2024亞洲日午營站21號在台北光點華山 舉行開夢紅毯 一連五天至25號電影放映及大師論壇相繼登場 超過40位好萊塢大師匯聚台北 像是以小丑榮獲奧斯卡最佳攝影提名的 攝影師勞倫斯·沙爾 並與火之歌全力遊戲導演亞倫·泰勒 即以電影弟弟獲得第96屆奧斯卡提名的 台藝美籍導演王湘勝通通來台亮相 爸爸是台北出生長大 我媽媽是高雄出生長大 所以我從小到小時候12、13都會 每個夏天有時候會來台灣 所以現在有一部我的第一部電影來台灣 真的很感受 Tylan Tyler掌聲歡迎 Here we go Hi guys Welcome to Taipei 今年的短片作品的質量跟質感 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就是所有創作者 就是切入劇本的角度很不一樣 非常的榮幸 然後每一年都會有很多厲害的 演員導演製片製作人等等都會來 所以都很期待 我真的是今天早上到 你今天早上才到啊 對 真的我覺得是很值得 眾多國際影人齊聚一堂 就連各代重量級台灣演員也走上紅毯 分享參與日舞影展的喜悅 直呼跨文化交流機會難得 劉品妍更大秀法文 跟觀眾朋友大招呼 你好 大家好 我是Ester 歡迎在Sundance Fail Master Ball 我怎麼這麼厲害 今年剛好我也參加了一部短片叫皮蛋 然後這次也在Sundance亞洲有放映 這幾天有放映 祝得獎 有可能今天晚上會揭 有可能今天晚上會揭曉 我不曉得 日舞影展橫跨四十年 而這次亞洲日舞影展 在台北光點華山二次回歸 記錄著獨立故事 放映歐美亞各州作品 透過外展集對話 與創作影人持續同在 新唐人也在電視 最近好年雨翔 他們台北 裁縫不動